今天来搞黑坑了 对呀 今天不是没搞过吗 介绍一下 这边是咱们的钓友 它自己有一个坑 之前我们在长山碰到过 是吧 对 在长山钓鱼的时候碰到了 所以他叫我们来试一下 这里面主要有什么鱼 这里面我主要有草鱼 青鱼 还有鲫鱼 翘嘴 扁鱼 混羊汤 是吧 混羊汤 那比较丰富 这种比较丰富 我感觉啊 钓这个混羊比钓黑坑好玩 黑坑呢 就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黑坑 它就输费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那么它的鱼种比较单一 一个词就是要么就鲫鱼 要么就鲫鱼 它其实钓那种坑的话 它就出现两个情况 要么你就包护 要么你就空军 上不了岸 但是钓这种的就是不一样 你针对大鱼来钓嘛 你先走可能用的大一点 但是挤鱼这些啊 它可能吃口不太行 但是你要去钓几鱼吧 给你来个惊喜是吧 对对对 惊吓可能 所以我今天我现在在想 我该怎么钓呢 建筑怎么搭配 用的太大了不行 用的太小了又不行 现在这边鱼都开口了吗 开口 主要是最近这段时间 主要是什么鱼好钓一些 扁鱼 扁鱼 是鱼 太阳鱼 尤其是这个太阳鱼 还有太阳鱼 最近这边都不明了 太阳鱼是你的最爱 是的是的是 那今天我们就钓几条太阳鱼 那我们先试掉一下 试掉一下 试掉 试掉 但是还是按规矩来 平常这边收费多少 平常收费是155个小时 5个小时 155个小时 就是 鱼鱼吗 鱼 多少钱 4元鱼鱼 4元一斤 4块钱 轻鱼是7块 你不回你带回去 自己吃也行 自己卖也行 那我们今天是休息是吧 这边休息我们今天试掉的话 我给你下的任务 一般按这个的话我们是4斤上岸 对不对 对 你50斤至少 今天对今天没什么能钓 50斤 50斤上岸5个小时 就等于一个小时得10斤鱼 10斤鱼我得看针对什么样的鱼来钓 针对几鱼的话 可能半斤左右的话我得钓20条 如果是扁鱼一斤左右的话 我钓10斤就够了 如果钓轻鱼可能一条它就够了 这是一个取舍的问题 怎么搞呢 怎么搞呢 看你了 50斤了 5小时50斤 好嘞 今天风还蛮大的 6到7级 那边都是有波浪的 就这边风平浪静一点 对 其实我就选择这一块 主要是因为风比较近 因为在这个季节的话 那这个鱼啊 它是不怎么会出现那种 就是说气压低啊 闷的那种情况 但是你到夏季热的时候 猪边没什么风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个鱼它会上浮 那我们就不能选这个位置了 就得选那些风口有浪的地方 再加上就是大家看一下猪边 它猪边都是种满了树 今天是七级风 但是如果说出现两三级的风 基本上它这个水面上是平的 那这个时候你就更得选择那些 有浪的地方 有风浪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选的这个地方 应该问题不大 没风 好泡肝 好泡肝 平均能打得起来 我只不容易散 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要不就在这里试试吧 好的 就这里 反正今天你有任务 好嘞 你要是掉不起来50斤 请单俩吃饭 是吧 掉起来了 掉起来了 我请吃饭 哈哈哈哈 我等的就是你这种话 哈哈 好 开课 开课 对啊 现在肝子是用了一只5米4的 嗯 5米4的呢 呃就是兼顾这个草鱼啊 扁鱼啊 啊 挤鱼啊等等 嗯 开口最好的应该还是扁鱼哈 嗯 因为你看啊 现在今天的温度比较高 30度 哈哈哈哈 对30度 所以呢到了中午的时候 我感觉啊 开口好的可能还是这个太阳鱼 跟这个扁鱼啊 嗯 像草鱼跟这个翘嘴 这这类大稍微偏大一点的鱼种 那么鲫鱼呢 可能口不会很多 我感觉啊 嗯 所以我这个线组呢 是用了一个主线是1.5 嗯 那么紫线呢 是1.0 不那么晚鱼啊 对钩子呢是用的是一个7号的绣钩 也就是说我能够去兼顾这个 呃 筋巴左右的这个扁鱼 嗯 半斤左右的鲫鱼 嗯 到两三斤三四斤的这种草鱼 嗯 或者是一两斤的这个翘嘴 嗯 那么 甘子是 哦 甘子是我呢 糊糊版的那个是吧 对 不要觉得糊糊版的这个素材 你看 这个甘子呢 相对来说它是一个28偏19 还蛮硬的 比较硬的啊 嗯 比较硬 因为在这种坑里面来说 主要你还是速度 速度 要回鱼要快一点 而且 一不小心软一点炸窝了 对对对对对 要尽快的把鱼牵出这个窝子 才能把窝子做起来 哎相对来说 如果叫我钓的话 我真的更喜欢钓这种混氧 是吧 真的不知道下一竿来个惊喜 对混氧它就是 红黑坑的意思 这个味道就少一点了 对混氧它就是它更接近于野钓 你真的不知道 野钓跟黑坑的中和 对中间那个位置 对就是保证有鱼嘛 对对 而且鱼让你 嗯 抓不住它的这种轨迹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鱼来 嗯 嗯 嗯 雪深大概在1米5这个地方 嗯 浏黑坑果然跟野钓不一样 一呼这么快就下好了 不然等着中鱼了之后再来下这个鱼步吧 对吧 嗯 嗯 你是开散炮了吗 先开一份散炮 我现在就是直接用散炮掉了 错了吗 啊错了吗 错了吗 一个本味 一个黄斗的本味 一个泡红鸡 是四季香味 对 另外呢 我还要加一点这个东西 六十剂 六十剂 就是一个香味嘛 小药 小药 很久没用了 你 对 很久没用 不用这多了 就一点点就好了 这什么味道的 凑十剂 是吧 你围一下 你给我打开啊 这什么味道的 其实它这个就是有一点像猪目鲁的味道 它这个其实 拼奶香呢 就是猪目鲁的一个味道嘛 那么现在呢 主要是 城城呢 是准备用这个散泡来掉 散泡来掉呢 前期呢 就是开始呢 就是做干散一点 就是让饵料污化更快一些 去鱿鱼 那么后面呢 稍微再把饵料加一点水 让它稍微捏一点点 然后软一点点去掉 就好了 前面先抽散泡 在这里面 我要稍微再加一点点这个酒米 都要多了 这小米啊 小米 这种自己做 有点窝子 自己做的 对 自己做的 就是咱们在 喜欢动手的朋友呢 可以自己去做一些酒米 去泡一些玉米 包括一些用番薯去做饵料 这个我们做的不少了 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呢 都有相关的视频 大家如果感兴趣呢 可以增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卫老曹 去看一下 了解一下 自己做的东西把鱼钓上来 这个很有成就感 哈哈哈 这个是炒过的吗 炒过了 然后再加了一些 加了味道 对 加了小药的 然后再加了一些1.9泡的 前期就是不钓了 先抽 对 抽 把这个抽出来就先 感觉有信号了 有一镜窝了就开始钓 对对对对 开始的散泡就得松散 就是尽量的快速的去用鱼 一般钓这种黑坑或者混氧石都有个策略 要么就全程钓 要么前面做窝后面钓 其实这种情况下就是说 鱼啊 你把它又进来又进来的窝子做起来之后呢 鱼就好钓了 你如果东一干西一干这个时候呢 鱼没聚进来 然后数量不够的话 鱼就还能钓得快 前面做过相当于磨刀薄物砍柴工啊 对 先准备做细了啊 这边还得盖着一点哈 今天太阳太大了 这个耳料不盖着很容易就干掉了 先抽散泡 对 现在是几点 呃 10点20 10点20是吧 嗯 到几点 掉了几点 5个小时嘛 我就3点20了 3点20 好嘞 那我就开始了啊 开始了啊 我现在开始计时 抽散泡 底层散泡 啊 抽底层散泡 其实它这个水大概是在1米5左右的深度 基本上的也就到底的差不多 嗯 你现在耳料开好了吗 啊 钓耳开好了吗 钓耳没开呢 还没开 我先把这个搓下去再说呗 那如果这个时候来信号呢 啊 这时候来信号你想钓的话呢 其实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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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泡 它一样的可以钓啊 它挂在钩子上面 它是慢慢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去捂化 嗯 外层的可能就是鱼在啄啄啄啄 但是它路口的时候 它这个沟上面它是会挂有一点残留的 嗯 啊 路口信号一样能看得到 嗯 就是咱们在有时候 像北方钓黑坑的时候啊 嗯 钓的这个黄面面呢 它就是这种干散的这种散泡 嗯 因为驴一个就是实量大 第二个嘴巴大 嗯啊 所以问题不大 但是我们得考虑这个鲫鱼 还有这个扁鱼啊 所以等一下会把这个耳料呢 稍微做的软一点 好路口一些 嗯 你这多打一下也会捏一点吗 对 多打一下捏一点 但是它但是捏了之后 它就太硬了 太硬了都容易挡口 嗯 尤其是黑坑这种清口的时候啊 所以他们要把它做稍微软一点 我先把它搓一捆下去 你今天钓小鱼这个勾矩放这么大 15公分啊 15公分 对啊 15公分 很很大的一个勾矩啊 嗯 其实啊 怎么说呢 就是勾矩拉大的 就是整体上这个鱼的泳层啊 你能够知道更好去把握 嗯 就是离底 20公分 离底15公分 跟底都可以兼顾着在钓 嗯 再加上因为本身像这个扁鱼啊 太阳鱼啊等等啊 敲嘴啊 草鱼啊 它都是中层的鱼种啊 靠近底部 对 靠近底部 所以咱们可以把钩子稍微拉着大一点 如果是真正面针对这种 底层的老滑鱼 这种老脊鱼 咱们可以把钩子再放小一点 嗯 那你现在调到的话 肯定是下钩触底 上钩离底了 对 下钩触底上钩离底 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状态 然后来到底了之后 开始雾化浮边慢慢上升 有信号爬电 鸡干中原 你现在散发是挂在上钩上 对 散发挂在上钩上 现在是做窝子嘛 等下钓的时候是两个钩子都要带来钓的啊 频率 打散发频率抽起来 喂 有口了 应该有接口了 已经有接口了 接口的时候我是挂的散炮 嗯 挂的散炮呢 只抽了下钩 你把这盘打实了已经 对 我现在已经重新就是把新架的耳料嘛 嗯 稍微把它做得实一点 然后软一点 当初耳用 对 当初耳用 有接口了 要了 喂 喂 鸡鸡飞了 直接飞起来 鸡上来了 鸡上来接口还是错的 接口啊 对 接错的口 接错的口 自己还漂亮的啊 嗯 长长的 一条四两 一条四两 四两的话 那你得钓一百多条 钓鸡鱼要钓快一点 就是 如果是钓鸡鱼哈 嗯 那么这个可以直接开拉下去 拉得更快一点 嗯 但是 就像你说的鸡鱼太少 嗯 钓的这个 调速得很多 嗯 所以中间看看有没有草鱼 或者是扁鱼 你用这个就是 其实就是为了准备 大一点了 对对对对 扁鱼或者草鱼 我先坚持着钓吧 看情况再说 嗯 现在进窝子的鱼不一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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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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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口 这个口可明显了 终于 太阳鱼 哈哈 太阳鱼 这个口明显啊 这个口明显啊 前面先稍微点了一点 然后啪 一个盾口 一目 哇 这台鱼不小哎 这条不要回 待会儿 给我吃 给你留着是吧 只要太阳鱼都不要回 我要吃 肯定给你留着 嗯 都在底上 刚是在底部吗 对 这下不是借口啊 不是借口 到中间点了一下 点了一下 然后在底上去有了沟 嗯 水不深呢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好大一些 嗯 刚才蹭我不注意你又连这条鱼 就第一条鱼后面连在了啊 对 看鱼还是可以有密度 然后 开口也还好 对 主要是它这么大的错啊 趴下去就一口 而且还正口 嗯 这个就 密碎鱼我很强烈啊 对 开口挺凶猛的 黑坑呢 最主要怕就是什么 满堂都是鱼 就是不开口 嗯 就怕这种事 所以这种水质稍微环境好一些 还是鱼相对来说开口会好一些 嗯 那你现在这个县主叫鲸鱼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啊 这鲸鱼不上的好了吗 对啊 那如果钓快一点的话 得换耳了 嗯 如果说对如果要钓快的话 就直接就拉耳了 嗯 拉耳拉耳大伞淘下去啊 但是针对鲸鱼 嗯 但是我还是想 哈哈哈哈 对啊 你懂的 我懂的哈哈哈 鲸鱼不过瘾啊 对 太阳鱼太阳鱼 看到黄色的了 太阳鱼你看 这个好 这个好这个好 太阳鱼的口真的很猛啊 是啊 嗯 所以这个 我现在这个 搓耳啊 你看真的好是嫩 嗯 进去的 我现在搓耳搓的 你看我搓的很大 嗯 很大呢 大家可能感觉它很会挡口 嗯 但是大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带着更多的额料下去 嗯 所以我这个呢 它比较比较软 比较散 所以你不用担心 它这个 会浓于挡口 因为它在下行的过程当中 它就开始雾化 嗯 它就开始雾化 不化掉一层 到等到鱼吃的时候 就已经比较适口了 不大了 就不大了 但是它能够更好 更充分的去带耳料到你的窝点 嗯 就说你可能拉耳在钓的时候 就是大家在发现一个问题 在也钓的时候 拉耳掉就掉 就最后没鱼了 嗯 它是措耳不一样啊 或者它会把鱼越聚越多 嗯 尿下去多了 你看我现在一个耳团说不好听 它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散泡一样 那么大 好 前面几个散泡车的还是有效啊 对 鱼聚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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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持续用这种措耳来把它来带下去 其实就是相当于我每一杆都是散泡一样的 嗯 只如果这个散泡呢 没那么好的物化 捏得十了点 对 十一点 哦 鱼 哎 飞得很了 好 有限 有限 今天这窝子距离还是蛮快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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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看现在这个情况好像真的继续空好啊 要不要换换拉耳 但是不换 暂时不换 暂时不换 你有没有注意注意下就是它每次吃的是上锅还是下锅 下锅 都是下锅吗 那还是在底部 在底部 钩鞠拉开还有这个好处 可以判断鱼有没有离底 对 现在目前鱼都是在底上 包括太阳鱼 也是在底下 因为它这个位置水不是很深 只有一米半 所以鱼容易在底上 如果说水深 像一两米的水深 这种鱼就容易产生两个泳层 还暂时不坏 对暂时不坏 现在是叫掉寂寅 对坚持钓这个吧 就是等一下 如果说有扁鱼或者草鱼什么的 咱们也能搞一搞 拨一拨 反正现在鲸鱼也能好好上 对反正鲸鱼现在它 吃烤还可以 一口一个 然后7号的锈钩 会有产生产生一些脱钩的现象 但是基本上 我感觉还是有一定的概率 概率比较高吧 百分之七八十的这个种鱼的概率 等于30 不管 这两竿上来 这个鲸鱼的口啊好像挺小了 就半目的顿口了 变慢了是吧 前面还会啄一下了 现在散泡戴上去 之前还是伴随着都结了 这边刮很猛啊 现在就半点 半目这样点一下 就在散泡了 带点了 这种感觉它 窝子里的鱼少了是吧 对 没有鱼抢了 鱼多了它就开始抢 嗯它开始抢 它的口就会大 嗯 鱼少了它就慢慢的长慢慢的长 这个时候它的口就不会那么重 就能判断出窝子里少了 对 下锅散泡 嗯 搓两根这边 嗯 啊 掉黑坑特别哈 想掉多多的话 持续坐卧 持续坐卧 嗯 脖子的坐起 一窝就 一窝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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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窝 哇 哇 嗯 个体不小啊 这个个体还可以啊 这半斤左右都在 嗯 嗯 所以它鱼多能完成任务 啊 没想到鱼型这么好都没用单刀 对我都没想到真没想到 不过这只竿子也算过硬吧 嗯 它这个竿子它是做了一个比较适中 腰力还可以 然后硬度呢 这还还不错 废鱼也还可以飞去呢 嗯 废鱼其实我不建议啊 就是偷驴的话可以 它第一个它比较浮现 第二个呢 有腰力可以飞鱼 飞鱼还得单刀 对 你要飞的话还是得单刀 嗯 哇 为什么远这么大了 鼻鱼 啊 鼻鱼来了 哈哈哈哈 没炸窝子吧 没有 这边有一斤半 力气还不错 一斤半 好长 哎呀 宝贝 哈哈哈 都叫宝贝了 一条顶三条 哦 一条顶三条 一斤半有啊 有有有 这里有好大 我感觉怎么给你任务定少了50斤 啊 50斤不是给我任务定少了 上岸的任务 哈哈 哎呀 50斤只是合格啊 有这么样的 如果说60斤良好 70斤优秀 好不好 好嘞 我争取拿个拿个A 嗯 要做个好学生啊 对 从小到大我都是三好学生 哈哈 这又是个细节啊 先抛干 然后再把鱼放下去 窝子不能让它断 窝子里还好 看来什么问题 来下出去一口 好好好 又是这扁鱼 轻一点轻一点 嗯 轻一点 我溜出来的 因为这个鱼体大啊 不是说一下子它就马上跟你跟着你出窝子了 再加上扁鱼它这个体型啊 这个扁的 它会侧着油 所以我们先把它牵出来 再来溜它 牵到旁边好 不要炸了窝子了 又是一斤半 哇 漂亮 哎 你刚刚的坚持是有意义的 是吧 没有换拉尔是有意义的 对 如果你是换小高小线去掉拉尔的话 可能你针对鲼会更好一些 嗯 但是碰到这种个体大的你可以溜的上来 嗯 但是如果你要快速的去把它牵出窝 对 刚那一下说不定就让它窝子里炸了 对 没几次牵出的话 是的 哦 大大大大 一起开就感觉大了啊 横切 对 横切出窝子 这个时候就不能拿到水面上啪啪啪啪 像这样的啊 对于这个窝子 静眼的时候啪啪啪就没关系 对 因为这个本身它这个水比较浅 1米5 嗯 水上面有动静下面有可能被散开 嗯 先切出 哦 哎呦 用脚一勾 哈哈 这个都已经成为 这个肌肉记忆了 哈哈 不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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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个塑料袋子 你说这个刚好在你窝点上方 会不会有太阳晒下去以后对窝子有影响 没什么影响 不会吧 来来给你个考验支线任务 把它勾起来 看你几干能够搞定 下个副本 你这不是浪费我的时间吗 这对你好 一下不够 它是不是有点远 飘过去了 飘远了 够得到吗 够不到了 现在够不着 飘过去 够不着 够不着 算了 没有再大的 这些叫什么 又再大的 不像冰雨是吗 太阳雨太阳 太阳雨 你看他的动作就不一样 飘逸而又潇洒 哈哈哈哈 车车走 走位走位 精华 太阳雨都归我 哦 那么你看 就炖一下 他就给我吃的这么深 哇 这个线肯定要到 很猛啊 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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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还有雨可以了 还可以不错的 那半斤左右 琵琶一刻了 这次 过去了20分钟了 带一干 隔隔十几分钟 20分钟带一干 就是感觉雨口慢了 你就带一干下去 这次要等了 对 如果说雨口一下去 嗯 再半句他就接了 嗯 或者在底下马上就给口了 说明这个窝子里有鱼的墙 嗯 如果下去之后 你得等 等个几秒钟或者十多秒钟 他开始有口 说明鱼就吸了 嗯 就得太开了 我现在特别能够感受到的一点 及时补散泡太重要了 是吧 你看一补下去就会开始连了啊 嗯 所以这个前面可能一干下去 要等个半分钟一分钟了 嗯 现在下去超网都来不及放下去 就已经开始要入 对 雨刚放的屋里超网还来不及啊 嗯 所以这个在黑坑做掉也好 或者野外做的也好 嗯 持续持续窝还是很关键 窝子做好了 就是 鱼就掉得起来 对 其实很多时候啊 大家说这个鱼的口味啊 什么 不开口什么的 哎呦 这些东西啊 嗯 都是一定的 也都是一定的因素 一旦鱼真的聚进窝子了 聚到窝子里来了 嗯 只要他来 他就肯吃要吃的 嗯 所以就窝子啊 对 都说为什么要提前养窝啊 嗯 野雕的时候提前养窝 很多一些野雕的钓友 哪怕是就是说当天钓啊 钓一天啊 他就是提前两个小时去把窝子打好 然后休息 我就不下肝 嗯 这个时候窝子里面的鱼它就大胆 嗯 你要是下肝啊 调飘啊 东搞西搞的这个鱼 可能来了转转啊 知道惊吓啊 什么的啊 那就跑了 还很多等两小时我再钓 这个时候下肝可能就是 有可能就爆了 暂时是暂停 下口是快 我刚到位啊 刚才 停了就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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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发财今天 啊 今天要发财 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如果钓的多灰鱼 超过他钓飞很多啊 咱也不跟他要钱了 朋友嘛 趁多饭吃就好了 这个客家怎么说 哈哈哈 这啥外串了都 鳖鱼 鳖鱼啊 胆子不小 第一条就外串 咱一下 饭水接口 嗯 一起干他就在水皮上 然后往外冲了 哈哈哈 你现在麻姑姑 现在才过了一个小时哦 啊才一个小时啊 你麻姑姑有多少斤了 我麻姑姑50斤有了 真的假的 那我不行 哈哈哈 20斤我相信的 20斤差不多有了 有的啊 好 报场钓鱼感觉爽不爽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说起来如果不如果不包场啊 嗯 如果选位置的话 说到这种大边位真的是很优势啊 大边位本身这种像 挤鱼啊扁鱼啊 这种都喜欢在这种边角里面是吧 边角里面有食物 你想想看 这里这么大一片范围都可以藏鱼 都是你的 鱼源来源 对 旁边的话就要跟旁边抢啊 嗯 相隔了五米的一个钓位 对 这边这么大一片范围 可以藏鱼 怪不得 除了大边位都说是发财的节奏 发财位吧 哈哈哈哈 毛到的吗 饭水借口 饭水借口 要是在便宇开来 哎呦 哇 镜这么好 哈哈哈哈 那边鱼它根本就不像鱼 大桥了 哎呀 我感觉你都 现在刚过两个小时 嗯 我感觉你这个胳膊还受得了吗 一直在脸 胳膊还行 哈哈哈哈 我感觉要是钓我们 在野钓 要是钓不到鱼的话 来黑坑找找自信还是可以的 是是我觉得我这是可以的 哈哈哈哈 真的可以啊 是 有鱼钓点吗 还是 其实黑坑呢 我觉得啊 嗯 也是咱们现在因为 钓鱼的资源越来越少了 而且近钓的地方很多了 对近钓的地方多了 嗯 那咱们黑坑呢可以玩玩 其实有时候呢 还可以练练基本功 嗯 哦 快到底的时候又来了结果 哦 呼呼 现在几点啊 现在是12点40分 40分 离半城还没到 我感觉我心意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要不要试试看啊 试试看吗 呃 今天钓的也是 兔人就是很久没玩过黑坑这种快鱼啊 嗯 然后呢 也是感觉胳膊 酸是吧 你说的时候我在生鱼的时候我感觉不酸 嗯 现在停下来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啊 嗯 所以咱们今天 现在口罩还是不断的是吧 口它现在是连杆 连杆 包括在伴水的时候它都有两条接口 哈哈哈哈 鱼的密度还是可以 嗯 然后鱼呢它这个口还是不错的 嗯 全程都是这么啊 对 没有换过我们现在呢就 要不就钓半场好了 嗯 看看应该我估计应该50斤差不多 哦 趁带了呗 嗯 有 有 好 练一下看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啊 四斤 来 你撑一下吧 钩子 我们这不倒出来了啊 倒下来就上鱼 直接蹭鱼库吧 哎呀 四斤爽 嗯 上来没有 哈哈 你不上来呀 哎呦 看不够住了吗 感觉拎不动啊 拎不动啊 哈哈哈哈 呃 四十八左右 四十八 四十八 鱼户算里去的三斤 四十五斤 四十五斤 半层四十五 那全程的话楼后面坐在的话 啊 九十一百一百斤鱼是有机会可以破的 有机会啊 哈哈哈哈 哎呀有点累了 要不就这样吧 嗯 鱼我就倒下去了啊 到底有没事啊 好happy啊 他今天钓的 哈哈哈哈 是的 啊 你这样倒掉我的太阳鱼 你要吗 算了 算了 哦哦 很久没钓过这样的坑了哈 嗯 这荷杨钓的比黑坑还爽是吧 对 鱼种非常丰富 钓法吗 嗯 我感觉前面窝子打的还是好 这窝子做的还好 我觉得啊 嗯 我总结一下啊 嗯 今天在这里试钓呢 主要是试试这里的鱼琴 嗯 然后呢还有鱼口 嗯 为什么要试呢 咱们这个这个鱼下去之后 嗯 它是会因为天气的原因 或者说因为这个鱼的运输的原因 这个原因啊 嗯 它的开口怎么样 所以呢 咱们要看的就是它这个吃口干不干脆 嗯 吃口干脆呢 说明它这个鱼很活跃 对 密室很积极很健康 对 它只要由我耳下去趴 你看我后面搓那么大的这个这个搓耳 嗯 都是给口给的非常爽 嗯 所以这个是整体上来这个鱼口还是不错 鱼还是非常活跃 嗯 那么呢 在做钓的过程中开始呢 是搓了一些散泡 嗯 后面呢就是我觉得啊 这个鱼只要你散泡稍微打的快一点 全部整个会在半层起伏 今天阳光也好 对 会起伏 呃我后面是把这个鱼杀微做了捏一点 还是压着打 但是频率跟上了频率跟上的鱼还是有点往上走的迹象 嗯 它主要还是因为活跃 才会往上走去抢食 嗯 倒是中间来抢食 嗯 所以整体上还是不错的 然后鱼情的鱼的密度呢 我感觉 呃因为听 这哥们说就是说 鲫鱼放的还不是很多 但是可能也就是整个在这个边角这一块了 这块里面 啊 包场还是有优势啊 哈哈哈你掉爽了 哈哈哈 这个就是说在野外钓的可能 不是很尽兴的时候 啊 可以来黑坑爽一把 哈哈哈 当然还有一句话就是说 呃 黑坑有风险 下干需谨慎 哈哈哈 哈哈哈 就这样吧 孟哥 怎么说 这顿饭请了吧 请了 啊 请了 哈哈 好好我们吃饭去 好的 pry 传这个手和膊都抬不起来了 哈哈 哈 哈哈哈 哈哈 Speech